虚拟货币龙头比特币因黑客事件又大跌于一成 每枚价格残见不足7000美元 之后续于低位徘徊 教历史高位蒸发高近七成 不过其惨烈的闪跌教训 似乎未有警醒令边商丁价买留置业的普罗市民 回顾一年前的6月 内地首次高调宣布全面打压虚拟货币 当时比特币处于2000美元左右 结果一路打压 一路上升 人们由不信到疯狂追入 门来南阿一梦 事实证明 历史总是不断重演 别相信指声不跌的神话 虚拟货币概念 虽由08年金融海啸后开始 但真正受大众关注始于16年底 当时内地处于走之潮 比特币是渠道之一 在大妈推波助蓝下节节向上 野来国际关注 17年3月 一枚比特币首次贵过一 安事黄金 5月首破2000美元 因被封存为走资途径 触使中央在6月宣布全面禁止交易 不过 政府打压才是泡沫开端 市场深入了解比特币背后的区块链技术 发现加密特征正好事洗钱好工具 不用实名交易 自此成为全球炒作对象 并衍生出多种比特币以外的虚拟货币 同年8月 比特币首次达4000美元 10月突破5000美元 11月升穿1万美元 12月更到了史上顶峰2万美元 当时最牛的目标价是100万美元 比特币上升速度快如火箭 回报动接数倍 不少人为之心动 南韩年轻人更沉醉于炒币多于上货 市场上挖矿风气鼎盛 结果历史重演 就在全民疯狂之際 比特币在今年1月底跌反1万美元 即短短一个多月四五成 之后有大好友呼吁留底 预言今年7月会倍升至25000美元 不少人也觉得跌定了 可惜是与愿违 与此同时 随着或矿成本上扬 目前矿工已处于涉本状态 一年前内地首次高调打压 有谁了到一年后 虚拟货币会落得如私填地 或许有人会反驳 目前比特币价格仍高于一年前于两倍 不妨看看大家都熟悉的伟人 发现地心吸力的数学天才牛顿 也经历过股市泡沫 他原本在股价相对便宜的时候 大赚了一笔 并获利离场 不过 之后股价继续十级而上 他的朋友极速致富 牛顿忍不住再次大举买入 再泡沫爆破后仍不肯止食 结果由赢前便倾家荡产 或许者是不少人的写照 一段短短的历史 再次印证资产价格要升的时候 能升到你不信 同样地 要跌的时候也可以是无底深谈 目前香港流史声势澎湃 很多人由不信到觉得指声不跌 或许虚以货币正式案例 置业者密普指赢不输的心态来买留 转松转松露 8米